上最豪華的露營區 山野宿航 畢鼠啤酒精 它有一些情人花 為什麼它叫情人花啊 欸 不需要知道有情人的狗猜 每個帳篷它都有自己的獨立空間 然後食品裡上 哦 它的麵粉是法國的 連奶油也是愛食的奶油哦 因為我剛剛一直說我手材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成品非常非常漂亮 這聞起來那個花香味就很香 哇好香耶 真的很香耶 好香耶 哦 那你怎麼來的 世界和平了 哈哈哈 就忽意料的好吃 時刻旅行讓你享受每一個旅行時刻 大家好我是阿寶 嗨我是學寶 我是古迪 在正式開始之前要跟大家宣傳一下我們時刻旅行的YouTube頻道正式開通會員了 耶 Bravo 那我們會員裡面呢會有什麼東西可以看呢 應該可以看到很多我們旅行的彩蛋了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苗栗卓然 號稱史上最豪華的露營圈 山野生活 山野生活呢大概七八月推出了一個全新的活動 叫做秘暑啤酒禁 哇很棒 所以今天呢我們會喝到在地以及北歐的啤酒 而且很重要的是就是這些啤酒都可以任我們倡飲 還有一個亮點就是布丁可能會喝醉 沒有可能就是會 好想看到喝醉酒的布丁喔 不要囉嗦了 我跟你們介紹一下這個園區 好 走 你好 今天來到山野生活 我是今天帶領的管家我叫阿嘎 阿嘎 這個行李的話我們有園區的特斯拉 送上房間 好耶 放這裡就好了 可以放在這裡 請往我們這裡走 好的 那我們這裡是俗稱的接待寺 哇 哇 哇 超兩眼智喔 可以在這裡稍多休息 那一位代表我們去做一些路板 分為四個花園 第一站就是我們的野花花園一串子 鮮鮮挑選 在市面上比較看不到的花 鮮鮮 就像狼狗 酒酒飯盒 白塵還有一些情人花 為什麼它叫情人花啊 不需要知道有情人的走開 哈哈哈 我就知道你要回這個 男花仙子 很有儀式感 爲了隱居下去 館館會在庭外 下去一定要有什麼 啤酒 啤酒 裡面上面有很多的啤酒 巧琳鮮喝到飽 酒吧 十點 雙手房世界內餐廳跟戶外的餐廳 引火區 滴滴 滿接著八點到十點吧 是我們的園區館 它的營業時間是 二十四小時 只要看得到摸得到的都可以使用 瑜伽的入口网子 那瑜伽時間是七點半到八點半 那個入口好漂亮喔 對 進入房間到 好漂亮喔 對 好像去日本喔 哇 這邊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坐耶 好熟熟喔 哇 聽起來很漂亮喔 哇 好漂亮喔 它還有廚師機耶 我們的鞋櫃在這裡配置室內拖 房間的大燈左邊 就是依序我們的 東方美人藝季咖啡水服 藍芽音響 音響 果汁 茶 啤酒 可樂 都可以使用喔 冷氣都是廚房之前就已經幫你開了 藍圓跟乳缸 它是可以帶走的 開按它就打開了 哇 它會搖晃 在這裡 浴缸上面有配置一泡澡包 一系列的香氣 真的很香耶 到就可以使用 旁邊區有一萬坪以上 這麼大 只有八個帳篷 每個帳篷它都有自己的獨立空間 那十坪以上 超有自己的小客廳 道棚又超大 這樣每個門 它開的地方不一樣 所以其實蠻有隱私的 而且感覺都不會打咬到對方 讚吧 很棒 那我們現在就去下午茶吧 好 趕快趕快趕快 這裡的下午茶呢 有鹹甜兩個餐排 讓大家可以自由的選擇 有三種洗絲拼盤 香火腿拼盤 它有特色的紅白酒 還有威士忌 果物水 還有製作的手沖咖啡 還有在地的麵 平心碗是24小時開放 無限供應 所有的食材呢 都很新鮮之外呢 它的麵粉是法國的 連奶油也是愛穴的奶油喔 每一個小小的甜點 都是師傅手工做出來的 很像 他們要往手作的地方移動了 對 很想我 是放得足了嗎 你們 其實還可以再繼續 不夠了吧 不夠 它24小時怎麼會夠咧 哇 可以把我們的威士拼起來 好 好 我們這次的手作活動呢 就是叫做 帶上我的啤酒杯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避暑啤酒機特有的手作活動 就是要把它弄成自己的風格 在它上面 最好是有一些故事性 像我那一想奧了 剪貼紙啊 或是先見名字 用噴沙的方式 讓每個人有自己 獨一窩的杯子 我覺得超棒 做完這個啤酒杯餐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去喝 但如果像我就不想要用 就想要直接帶回家 場地那邊也會 準備一些乾淨的酒杯 給我們晚上使用 好吧 那我們就趕快 做很快做 你快做 耶 這是我們剛剛玩的那一個 手作體驗 帶上我的啤酒杯 這是我們的成品 我覺得做出來比我想像中的 因為我剛剛一直說我手材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成品非常非常的漂亮 質感很好 很像真的好有質感喔 對啊 而且大家就可以 自己剪即想要的 或是他們有提供的 這是龜貝玉 然後是陰性 然後每一個人的杯子的風格都玩 真的是全世界獨一 我又做不出第二個 沒錯 我也覺得我自己做也做不出第二個 我覺得就剪不出一樣的形狀 對 而且那時候大家是 想要的噴發的時候 就每個人想要的不太一樣 對啊 像我就是喜歡月亮 然後就加自己明星 這個裝進啤酒一定 就是會更明顯 可以看到那個圖案 對 我加分啤酒囉 對 很有儀式感 試試看 裝啤酒 我覺得今天的每一道菜 其實都各有亮點 前菜是蔬菜凍配 干杯還有配 鮭魚碗 這就是會過你的 食習慣 所以他就幫我把 干杯換成鮭魚 我覺得也很棒耶 前菜配的啤酒就是 台灣有鬼 跟外國丹麥 今天合名酒 合作的 然後還是限量的唷 耶 這聞起來 那個花香味就很香耶 它是果香跟花香 綜合 清爽 很好入口 這是果醋醬 這個醬好好吃喔 果醋很清爽 酸甜甜的好好吃 很開胃 哇 它這蔬菜裡面有包含 玉米筍 然後秋葵 黃椒 嗯 很棒耶 好清爽喔 對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我們好像才剛吃完 下午茶一個小少 沒有 都忘記了 我做活動很累耶 對 被很多領域了 對對對 對對對 蔬菜凍 我覺得是新鮮 因為它的干杯真的很新鮮 它是一個生魚片啊 本家那個蔬菜啊 就是有一個甜味 吃得出來那個食材 選擇很用心啦 沙拉又配一點海鮮 又有蔬菜凍 因為我覺得它淺菜很精緻 然後再來是那個衣服地區 我實在是覺得很滿意 因為它 油脂也很剛好 搭配 角白筍很好吃 鮮甜 很好吃 哇 這很不一樣的味道耶 然後這個是麥香標準的 它這個名字叫做 花香美式品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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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剛才那個 是果香 這個是花香 對 那剛剛那個我覺得比較甜 剛剛那個比較偏水果味 然後我覺得麥香比較能解 蒜味蝦 而且那個橄欖油是很厲害 是那個西班牙的那個 花都橄欖油 好一點蒜頭 帶出那個整個油脂的香氣 一定要沾麵包 哇好香耶 真的很香耶 好香耶 我第一次麵包沾橄欖油 我以為會很油膩或什麼 我覺得很沒 很剛好 超好吃 我應該點什麼 世界和平了 剛剛誰說只要一點 我要吃這個了 而且我看你兩個切好容易喔 嗯 新鮮 新鮮 新鮮它很容易 它的蝦是偏有嚼勁 它味的醬 濃入那個蝦的鮮 超級好 真的超級好吃 我對蝦果 所以我們就有延伸出了 它有配合另外一道 是那個蘆筍跟無花果做的 介紹一下菜式 花果 底下是我們鏡頭的蘆筍 手工麵包 沾著我們西班牙花都橄欖油 沾著吃 別有一番風味 它有點檸檬香耶 兩種不同風情 真的有檸檬味 這個也很好吃欸 真的很好吃欸 欸這花果很好吃 對啊 很鮮甜的感覺 超好吃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對 這蝦要搭著我們的梅干醬使用 接下來要吃的一道是櫻桃醬 蕃茄花果 還有梅干醬 嗯 好好吃喔 它好軟嫩喔 對 嗯好好吃欸 你有沾梅干醬嗎 有 我覺得很好吃欸 它那個蕃茄就是偏有一點酸 嗯 所以這樣配在一起的 櫻桃醬它旁邊的配菜 是互相揮映的感覺 因為就是酸酸甜 其實用酥肥的方式 你可以吃到肉原始的香味 梅干醬真的好吃的 很甘甜 對 蕃茄花果的肉質也很Q 對 整體而言這個搭配也很有創意 嗯 出乎意料的好吃 喔它醬很好吃欸 這個跟蕃茄花果很配欸 黑皮 配這個剛好 這一款 黑皮很適合配肉 我是和牛很隔壞 然後你是 羊排 羊排是配薄荷醬 和牛旁邊的醬它是 有加 牙 皮 筋 釀 5號啤酒 對 很酷 肉有一點煙燻味 因為它是直火 炭口 它這個醬很好吃 不會覺得這個醬很好吃 它必須要沾這個醬 很搭欸 這個醬 我覺得它的吃起來很好吃 醬超好 一定要配這個醬 牛骨醬汁 牛骨醬汁沾的和牛橫隔膜 牛骨醬汁實在做得太好吃了 濃稠 然後你每一口每一口都是 因為那個牛骨醬汁而變得很有量 橫隔膜的肉就很濃稠 很軟嫩 不管是蔬菜還是肉類 又是因為那個烤的關係 所以它每個都有一個炭香 我覺得光是羊排 它的醬也是一個重點 那個薄荷醬 所以讓你會覺得羊是好吃的 嗯 我們今天最後的甜點收尾是吃這個 羊莓血肉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道甜點 你剛剛有尖叫欸 它下面是芒果 我超級喜歡吃芒果 它上面是園區自己種的 羊莓樹上面的羊莓去製造 所以它其實裡面沒有參加一些乳製品 對 完全沒有 那我來吃吃看跟平常的有什麼都一樣 我覺得很清爽欸 而且它這個甜度是 很天然的甜 你覺得有沒有 它其實也有口 我 跟我丁給一個 真的是很天然的嫩味道 就是熟過的 它很甜 它進去那個芒果的鮮味之後很吃 雪糯非常非常好吃 雪糯讓我停不下來 而且旁邊也會配一個餅乾 配雪糯吃 整個香味之後 好好吃喔 芒果好好吃喔 沾香 芒果本人很好吃欸 芒果香會封吃你的口腔的那種感覺 我剛剛吃了有三道 有未來肉啊 然後還有羊排還有牛排 我覺得來這邊吃東西最棒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點到你適合吃的東西 有時候你去吃一些奢華的東西 你有時候還是要 按照那個餐廳的規定 可是在這裡的話是 就是因人而異 然後每個人呢 都可以在自己的飲食習慣裡面 找到最好吃的東西 然後不用吃欸 我覺得這一點是蠻棒的 沾香 所以大家這是來預定的 我就是要跟廚師說 我不能吃什麼 我不敢吃什麼 害怕吃什麼 都可以盡情的講出來 對 然後但是也不會完全不會影響到你用餐的過程 一樣都可以吃到很多各自各樣好吃的食材 每一道都可以用一點點都還有量 很有夏天感 而且我們三個吃得很好吃 我都很怕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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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為每一道都小小的吃不飽 但我吃到大煮第二道飽超飽欸 除了每一道菜 依據每個人的需求 有做稍微一點調整 之外呢 它其實每一道還有配啤酒 然後每一個啤酒的口味 還是對於菜是有搭配起來的 對對對 在這邊吃飯一整個晚上 很像去那種 高級飯店 對吃飯這樣 不太像來錄影 在一個戶外的高級餐廳 沒有我覺得有一種度假村 喔 對 那現在總結你們那麼多道菜 你們最喜歡哪一道 蛤我很難選 我喜歡和牛跟伊比利豬 我都蠻喜歡的 我會選伊比利豬 伊比利豬這樣 好 對 然後選蒜味蝦 蒜味蝦你愛到爆欸 這個也很驚豔 對 這真的很驚豔 前菜其實是有一個沙拉 但後面那四個我都覺得可以當主菜欸 就等於是吃了四道主菜 然後再吃一個甜點 我等一下帶你們去喝酒 好 那我們先把這杯乾掉 還可以嗎 還可以啊 先乾掉 這是一種KING酒的聚會啊 喝完酒之後 他們兩個會發生什麼事嗎 要記得加入我們的會員啊 沒有什麼 然後再看到我們這樣嗨一點 我們到下一個行程好了 要喝酒吧 好 我們要吃完晚餐了 所以我們下一趴現在要幹嘛 我們要喝酒 酒吧 他有準備五款調酒 都想試試看 所以五種 五個都點了 第一杯 沒有馬告 過的威士忌加檸檬 它的檸檬味 酸度很剛好 威士忌味道不會很重 成一個有果香的威士忌 再加一點點的 馬告的味道 赤蔥烏龍茶清酒 跟 然後外面這邊是赤蔥粉 它好像果汁喔 什麼 完全沒有酒味這個 像一個汽水有沒有 這個你又喜歡了 就是甜甜的汽水 這是酒櫃 沒有酒味他們就不爽 好可怕 有bourbon 然後還有檜木 然後還有紅茶 紅茶是這附近的田園 重的 它那個bourbon味道超重的 一點點煙燻味 它裡面有紅茶 酒不會那麼 那麼有攻擊性 很溫和在嘴巴裡 好 下一杯是我喜歡的 芋蘿莓酒 我好期待喔 它的蘇打臉好淡 它可以選擇只加冰塊 或是加蘇打 只是我們這一次選擇了加蘇打 在地蓬萊米泡生 而且它總是蒸溜的 清酒跟釀燒的 我覺得還不錯欸 怎麼那麼順 但是它有一個名香 我選這個欸 檸檬嘛 它的味道比較層次比較多 然後也比較特別 然後外面也很難喝到 然後薄會水 這是美酒吧 對 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喝美酒的 可是我喜歡這一個 南投紅韻烏龍請酒 因為它沒有什麼酒 梅亞酒 我覺得它是五個裡面 最梅亞酒的就是一杯 最重的話應該是這兩杯 對 我喜歡比較特別的味道 外面喝不到 大家來的話都可以像我們一樣 只是直接都點來喝 看看自己喜歡哪 來露營不能少了酒 所以說露營不能少了飲 我們等一下就去飲酒 先把這杯喝完我們就去櫻火區 把這杯喝完 哇塞 這麼平凡 現在我們喝完調酒 是不是應該要解酒一下 確定嗎 我說幹嘛這個 有要解嗎 現在來到的就是櫻火區 大家一定要體驗就是這個棉花糖 還有提供餅乾啊 蔓越莓乾 葡萄乾 白砂糖或肉桂粉等等的 要讓你烤完之後 就可以沾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一起吃 它一定要來烤 棉花糖烤又有訣竅吧 要一直轉這樣 對 一直轉一直轉 而且要在比較不熱的地方烤 我很常放上去之後就跟別人聊天 然後它就焦了 對 你就是錯誤事吧 一定要在一個比較沒有那麼熱的地方 然後要專心烤 這是一個重要的任務 蘋果派是這邊的廚師親自做的 不是外面買來送過來 我現在手上這兩杯呢 也是一千萬不能錯過的 熱可可 熱紅酒也是 蠻好喝的耶 對 它的肉桂味很香 酒喝完之後就要解酒 所以它還有準備熱雞湯 是熱的蛤蜊雞湯 這是解酒剩五 算是經典這種經典 蘋果派跟熱雞湯呢 它七八月都還是會有的 想要來體驗想要吃的話 要趕快來喔 享受今天晚上的最後這一課 然後去烤一下棉花湯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 學保優雅的泡澡 它是一個水中的美人魚 水中的快樂 水中的水中 水中的滴水中 最大愛的水中 我看到很多水中 是一個水中的熱雞湯 叫啤酒 發獨餓 最費水中, 超音小火山 我要椅子 開火山 快拍他快點 那我也要出來啊 早安 你們昨天睡得怎麼樣 我是滿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枕頭 我喜歡它這個乳膠枕 因為它有兩種枕頭 然後兩個都不錯 我就是躺這個 然後抱著這個睡覺 我也是 而且我覺得因為每個人睡眠的那個狀態不太一樣 所以剛好適合枕頭不一樣 像你就是難睡的嗎 他就是到哪裡都可以睡得很好 他只要睡著就沒事 我就是很難入睡 然後也很前面會很有聲音或是有震動 我都會很容易被吵醒 像整個那個禪一直狂叫 但是他們有耳塞 我覺得耳塞是露營必備 而且我覺得很貼心欸 就是他們自己就是抽屜 你有一對耳塞 因為他們知道這邊就是靠近大自然 會有很多大自然的聲音 就怕很多像布丁那樣很難入睡的 可是我沒有覺得有那麼吵欸 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你們一睡就是一個死人 我一睡就到天涼 對啊 他昨天是直接就是 秒睡 就是沒有什麼 跟他晚安啊 還是有什麼前奏 他就直接就 我有很想說很努力的說 喔很晚安 沒有完全沒有 我有很努力的想說 我有說晚安 然後我說完 我說我要戴耳塞了 不要吵我 然後你還一直跟我講話 我有嗎 有說晚安 然後沒有人理我 為什麼沒有人理我 好了好 他已經睡著了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不錯 是這裡都不會很潮濕 對對對 因為他這裡會 就是一直持續在除濕 他除濕機是24小時開的 我們昨天來他就已經水滿了 然後到今天早上水又再滿了 對中間已經到過一次 證明這裡有多潮濕 可是我覺得潮濕沒有關係 有除濕機的話 整體的環境就會很舒服 幫我們都設想好了 我覺得這邊已經有點讓我忘記 我在露營欸 就是很像在住飯店 對度假村那一種 所以就這麼讚 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 從很小聲變很大聲 Good morning everyone 當下輕盆大雨 我們是應該在外面的客廳吃早餐 那因為我們下雨 所以我們就在室內吃 我們來介紹我們現在要吃的早餐 日式松露蛋捲 看起來超好吃的 我很喜歡 他們樊上面還有一層起司欸 他每一個東西都弄得很細緻 早上就讓你飲食很均衡 像我們藝人一個飲料 飲料的話就會有 紐層汁熱豆漿 美式咖啡 咖啡 像大家選擇 還有湯 然後還有水果 然後呢還有一個亮點 就是這個可頌 就是這個可頌麵包 兩個口味 一個是有鹽 一個是沒有鹽的 不定你發現這個湯裡面有什麼 有很多蔬菜 然後還有肉 它應該是 它是番茄湯嗎 對 它好香喔 嗯 好鮮甜喔 番茄湯 很好喝 滿滿的那個番茄味 而且料多 它鹹的裡面有包肉啊 它的松露味好香喔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松露 嗯 所以我覺得它松露蛋卷 鹹度剛剛好 喔 它這個是純奶油 艾曲奶油做的 非常非常的香欸 嗯 這個香味是 絕對是要講究的奶油 才會有這種香氣 道德很有名的奶油 嗯 好好吃欸這個 這個蠻好吃的 有鹽奶油 又香又鹹這樣 嗯 嗯 漢堡台長這樣欸 嗯 它跟一般的漢堡台不太一樣欸 它這個塊狀比較大 然後很紮實 肉感很重 肉感很重 很紮實 蠻好吃的 而且上面那個起司 要搭配的剛剛 生物蠻好吃的 可是生物沒有不好吃的時候啊 生物其實好吃欸 喔那感覺很好吃 很好吃啊 非常好吃 你看你有看到芥末子嗎 嗯 對啊好好吃 那我覺得這麼精緻的早餐呢 我們要認真的享用了 再見了 大家再見 我們現在真的要來到Checkout了 對 眼神好悲傷 劇破小狗 好想再喝一碗酒 你說一整個晚上嗎 嗯 一整碗 我以為是 我以為是一大碗 這個布丁應該也想要吧 對 我可以用一缸 可以一缸 那你們進來從 入住Check in到現在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環節 就是 每一個欸 剛剛Check in的時候也很舒服嘛 有人幫你運送行李 就很像住飯店 進去房間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這整個布置實在太美 每個地方都可以拍照 下午茶更讓我驚訝 一整個冰箱的酒跟可樂 還有附紅白酒 然後都可以隨意喝嘛 有一些起司啊 辣肉啊 火腿我很喜歡 我最喜歡營火區 最有露營的感覺 它連那個喝雞湯的碗 都是露營用的那種碗 我就覺得很有氣氛 對對對 而且重點是好喝 還可以烤麵花糖 就是很有真的在野外露營的感覺 熱可可 熱紅酒都很好喝 它食物都很讚 但我覺得手作體驗其實也蠻不錯 七八月的避暑啤酒機 才會有的特有體驗活動 啤酒杯是可以帶回家 裝啤酒喝 我覺得很有紀念價值 對啊 那個晚餐實在很好吃 我覺得很像吃那種高級 歐式餐廳的感覺 然後都有在地的食材 它主餐居然有四個都是這種 所以我覺得 豐板豬 和牛 昂根摩 櫻桃鴻 它真的是配得很好 它就是每一種菜會配一個啤酒 一盤一盤跟你介紹說是怎麼做的 為什麼要配這個啤酒 啤酒的特性是什麼 整個兩天已經都超喜歡 對啊 所以我剛才說我無法覺得 連早餐我們也吃津津有味 對 早餐那個咖啡真的太好吃了 它早上喝那個湯 蠻適合台灣人的味的 還有它的罐洗用品很高級 是什麼 是A-SOUL 對 被比都很高級 床也很舒服 吃好睡好玩好 然後重點是晚上 如果你真的還想再加碼 像布丁酒去吃泡麵 我覺得這個空間還太舒服 24小時開放 但我反而是洗完澡 躺在床上 床太舒服離不開 對 然後枕頭我也很喜歡 所以剛剛才會露出 這個哀傷的眼神要離開了 要離開了 大推薦 對 大推薦 要預約這很難訂喔 提早預約 這個預約已經不到 好幾個月之後了 對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機會 可以跟我們一起享受到 今天這個算是大成功 耶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旅遊訊息喔 記得我們的YouTube頻道 已經開通了會員 大家可以來訂閱我們喔 對 裡面會有很多很多 他們兩個吵架的片段 我罵他的片段 對 那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